不過這是台中市西屯派出所的員警 藍查違規的車輛沒想到發生了衝撞的意外 就在上午七點半左右 兩名員警要藍查一部逆向停車的車輛 這個自小客車沒想到突然就加速逃逸 一路從河南路逃到了寶慶街五十巷口 竟然一個突然左拐的動作 把一名林姓員警撞倒在馬路的中央 我們來聽聽目擊者的說法 這名林姓員警事後被送到了中港澄清醫院去救治 還好傷勢並不嚴重 只有在右肩還有右腳還有右腳趾的部分 輕微的擦傷還有稍微的一個挫傷 傷勢並不嚴重 他表示當時這個嫌犯的車輛 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竟然就突然就一個左拐的動作 他的車子也來不及煞停 整個連人帶車被掃在馬路的中央 逆向行駛 逆向 在河南路三里立向那裡 在福興公園旁邊逆向 福興公園那邊立向 逆向之後再等紅綠燈 我去把他攔下來 後來他就跑掉了 他有停嗎 直接就吵你裝大了 他就是開到我旁邊然後把我撞掉這樣 真的 是你要逼他 我在他前面 我看到他前面 那只會他靠邊 但他沒有 就是直接加速 那開到我旁邊 然後把我撞掉 是 不要 我 是 會 不是